当轻转旋翼机首次战胜复合直升机 是否意味着下代直升机风向标正在改变 这部美国陆军前几天宣布打算采购V28轻转旋翼机 来取代现役的黑鹰直升机 黑鹰坠落中的经典场景不复存在了 自此美军海陆空都开始大量换装轻转旋翼机 作为美军主力直升机 黑鹰已经为陆军服务了40余年 几乎成为美军代名词之一 不仅装备了海陆空三军 而且还衍生出多种版本 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热销产品 然而再好的产品也有落幕的时候 随着美国陆军OH-58D直升机退役 只能通过阿帕奇来填补空缺 但阿帕奇身为一款专业攻击直升机 承担OH-58D的任务显得有点浪费了 从80年代开始 美国陆军就多次尝试采购新型直升机 比如当初被广泛看好的RH-66科曼奇 但无一例外这些计划都失败了 进入新世纪以后 随着各国武装直升机与突击运输机的官方运用 美军觉得现有的AH-64攻击直升机 与UH-60通用直升机 已经无法获取有效的战场优势 各种因素要求美国陆军必须装备下一代新型号 于是便启动了未来垂直升降计划 绰号黑鹰接任者计划 是美国未来垂直起降机计划的子计划之一 同时也是美国陆军装备现代化的一个重点项目 这项计划就是为了在未来20年内 采用一种现代化新构型的通用悬翼飞行器 逐步取代美军现役的黑鹰直升机 这种未来远程突击机需要拥有与黑鹰类似的通用性和多功能性 还需要具备低成本 可拓展以及易操作的便利性 美国在2011年启动未来垂直起降机计划 其前导计划为三阶段的联合多功能直升机计划 共拥有五种不同机型 其中未来远程突击直升机项目 作为美国陆军下一代直升机的中间力量 FL-RIA项目不是美军现有直升机一对一的替代品 而是同时取代黑鹰通过直升机与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2014年美军授予SB-1与V280原型机研制和测试合同 其中SB-1由波音和希克斯基设计研发 V-28则属于贝尔公司的作品 2020年双方开始下一阶段竞争性演示试验 和降低风险控制的研发工作 以最终确定获胜方 按照美国陆军航空兵的要求 FL-RIA应具备更好的速度航程和载荷 具备更高的投送能力 更强的多用途拓展能力 例如在必要的时候 它也能够挂载武器攻击地面目标 2022年12月6日 美国陆军授予贝尔公司FL-RIA项目研发合同 宣布V-280轻转悬翼机大获全胜 原型机将在2025年投入使用 初始合同为2.32亿美元 将继续进行初步设计工作 并最终交付原型机 其工程、制造、开发和低速生产阶段 可能消耗约70亿美元 在整个机队的生命周期内 价值可能在700亿美元左右 美国陆军计划FL-RIA 将在2030年左右正式服役 将取代2135架黑鹰 和大约1200架阿帕奇的任务 这也是美国陆军40年来 最大直升机采办竞标合同 轻转悬翼机相当于固定翼飞机 与直升机的混血 从外形上看 像是在固定翼飞机的翅膀两端 装上了可以90度旋转的螺旋桨 起降时螺旋桨垂直放置 可以实现垂直起降 在巡航时螺旋桨转向向前 这时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架 螺旋桨固定翼飞机 既达到了高空、高速、低油耗的远程巡航 而且还不挑场地、起飞场地 即便在没有跑道或硬化地面的场地 也能轻松实现起降 至少从概念上来说 这是一种非常优秀、两全其美的设计思路 选择轻转悬翼机 作为黑鹰接任者 美国陆军的理由是什么 除了V280研制速度领先 飞行测试达标 以及成熟度更高之外 还有一个最本质的原因 就是这项计划所要求的远程 随着美军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 远程这两个字的重要性越发明显 美国陆军航空兵是为欧洲地区 短距离冲突而建立的 在某种程度上是和中东地区 但不是为广阔的太平洋地区冲突建立的 可以说 美军一直在构想一场太平洋战争 在这场假想的战争中 对美军来说 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就是航程与速度 而美军现役的黑鹰直升机 作为传统垂直起降陆机突击空中平台 很难在西太平洋地区发挥显著作用 就拿UH60M版本来说 其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294公里 作战半径590公里 最大航程只有2221公里 如果携带一定的任务载荷 这个数据可能还会下降 而V280轻转旋翼机 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520公里 最大速度可能接近600公里 基本相当于UH60M的两倍了 并且V280作战半径达到930到1480公里 都快追上UH60M最大航程了 V280有效载荷为5.5吨 吊挂能力超过4.5吨 即便在吊挂M777榴弹炮时 也能达到每小时300公里的巡航速度 这些指标都远远超过黑鹰直升机 能够支持美国陆军进行多域作战 非常适合面积广阔的印太战场 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点 就是可以在直升机和固定翼运输机之间转换 即两种飞行器优点于一身 V280相较于美军V2R 有明显的技术进步 贝尔公司花费数十年时间 研制了V2鱼鹰轻转旋翼机 现在已经装备了数百架 并且在各种环境中积累了大量运行经验 但是V2R系统过于复杂 起飞状态下的经济性较差 操稳特性差 姿态控制复杂 垂直起飞时 发动机喷流会影响甲板 容易进入涡流环导致坠毁 此前美军的V2R就因为这种原因坠海 尽管V2R仍然存在问题 但它成功地经受住了大量负面报道和极端攻击 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如今MV2R、CV2R以及刚刚装备的CMV2R 仍在世界各地飞行着 V280在飞行时发动机短舱不动 只有悬翼驱动部分轻转 而V2R语音是整个发动机舱一起旋转 技术风险更大 V280转动部件的质量和惯性比V2R小了很多 同时突出了远程跨海飞行的航程优势 V280还能为美军提供介于黑鹰和C130之间的远程高速运输能力 美军未选择SB1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有点太大了 SB1整体宽度与长度都比黑鹰直升机要大 再加上双旋翼额外的高度 SB1折叠后要比黑鹰直升机大不少 当初美军之所以抛弃V2R鱼鹰直升机 就是因为它的个儿头太大 V280作为V2R的亲戚参考了V2R的折叠设计 虽然看着它 但在占用空间上和现有的UHEY差不多 现有的停机设施便能适配V280 V280将采用罗罗公司的AE1107F涡轴发动机 最大功率可达到7000马力 未来甚至可以达到9000马力 V280采用了双发动机 并使用共享驱动轴的双引擎 其中一个发动机出故障时 可由另一个发动机驱动两个旋翼 并让V280在280公里时速下 拥有4500公斤的升力 而阿帕奇与黑鹰直升机所采用的T700G1 701D发动机最大功率仅为2000马力 至于目前落选的SB1无畏高速直升机 在试飞测试中 曾飞出每小时390公里的巡航速度 以及最大550公里的时速 希克斯基的SB1在航程与速度方面 受限于大尺寸升力悬翼的物理机制 自然比不上强转悬翼机 单从飞行性能来看 已经超过现翼所有直升机 但仍与飞行速度更快 航程更大的V280有差距 共轴刚性悬翼机在航程和速度方面 是一种介于常规直升机和轻转悬翼机的中间选择 主要特点是结构紧凑可操控性强 但在追求又远又快的远程突击任务中 共轴刚性悬翼机很难发挥出媲美轻转悬翼机的作用 其应用场景更多的还是陆机低空快速机动 随时随地起降 长时间悬停隐蔽 以及对地高效打击等方面 体现出的是更为出色的悬停效率 低空机动性能 低空打击能力 以及高速飞行能力等 V280在机身 机翼和尾部部分 采用碳纤维蒙皮 大孔碳心的蜂窝夹层结构复合材料 即使加装装甲 也比V2-2减轻了30%的重量 还使用了老鹰科技的全碳纤维复合材料 轻转悬翼主讲液 蒙皮与肋骨采用交接 可减少紧固件 采用行列式装配和激光对准 整个机身只使用了三个硬电片 TKN为V280生产外轻视 微型尾翼结构和方向舵 旨在为机身提供先进的机动性和控制 有利于降低结构重量和减小飞行阻力 V280直升机配备三重 融于电船飞行控制系统 包括飞行控制计算机 支持软件和飞行控制驱动 能够实现精确的飞机操控 并提高安全性 有助于减少飞行员的工作量和飞机的重量 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维护成本 提供更高的燃油效率 从而减少美国陆军的后勤压力 在电子设备方面 V280驾驶舱配备了集成夜视和合成视觉的触摸屏与智能头盔 机身安装有类似分布式孔径系统的设备 能够显示360度周式画面 还配备了低可视环境系统和防撞系统 武器方面 因为机翼下方挂载武器不变 所以在机身侧面窗口与机腹设计了伸缩挂架 获得这个合同对于贝尔兰说是一个巨大胜利 因为在美国四大军种里面 唯有陆军没有装备VR与鹰直升机 主要原因就是对其高视顾率不放心 如今选择V280取代黑鹰与阿帕奇 全面选择轻转悬翼机 说明这项技术已经成熟了 从6.8毫米班族武器到MEX下一代主战坦克来看 美国陆军装备发展路线正在变得激进 为了提高V280轻转悬翼机的生存能力 贝尔公司还计划开发隐身版本的V280 与常规版V280机身外形不同 隐身版采用了几何学隐身技术 机身形状更加扁平 发动机短舱变速箱以及机头部位 都采用了利于隐身的扁平化造型 整个机体变得更加低矮 由此降低了自身的可探测性能 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 与常规版的V280采用的上反V型尾翼不同 隐身版采用的是下反V型尾翼 所以隐身版的机翼完全有可能像V280一样 旋转至机身平行 减小飞机占有面积 从而能够被收入两栖攻击舰等战舰的机库内 随舰执行任务 既然美国陆军已经选择了贝尔的方案 作为未来远程突击机 那么希克斯基的共轴刚性悬翼机方案 是否就毫无用处了呢 其实不然 虽说目前美军的未来远程突击机已经确定了 但在整个项目中一共拥有五个层次的目标 分别对应轻型 轻中型 中型 中中型 重型 等生力层次的下一代悬翼飞行器 未来远程突击机就是中型层次的子计划 相比于轻转悬翼机 共轴刚性悬翼机更适合执行反潜作战 舰到舰的快速支援 共轴刚性悬翼机还可具备水面起降能力 而轻转悬翼机要做到这一点则比较难 所以 希克斯基的共轴刚性悬翼机方案 仍然有希望在轻中型层次的子计划 未来攻击侦察机中取得一席之地 甚至重型共轴刚性悬翼机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们觉得 未来会是轻转悬翼机的天下吗 希克斯基的共轴刚性悬翼机 又能不能拿下其他项目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欧盛